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伟 欢迎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 没有在录音室里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听到我背后的环境音 我为大家介绍 我现在在的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他们的所在基地 坐在我对面的是他们的研究员 吴诚诚 诚诚你好 大家好 诚诚你好 这个听众朋友 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管 振兴券是三配券还是两配券 我们现在来聊一个新的国际间在主打的概念 叫做绿色纾困与振兴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振兴谈的之前 我们可能会有先期的一个概念 其实是纾困 但这其实是两者环环相扣的 首先我想要请教诚诚的是说 请问这些概念 在欧盟或者是已开发国家如何定义 因为他们其实是重灾区 对没错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 先讨论我们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在讲绿色振兴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可能要先退一步来谈 为什么现在会突然需要振兴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因为肺炎的疫情 所以很多国家的经济 其实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很多国家是已经预期这是比2009年那个时候金融还要更大的经济上的危机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振兴 但是要怎么振兴 这就是现在这些重灾区各国在讨论的 那现在提出的绿色振兴就是想要提醒这些世界各国 还有在做决策的这些政府官员 我们现在知道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 我们因此不能够出门 那很多的工厂必须停摆 我们因为这个危机做出了种种的应对的措施 那同理而言 面对未来的危机 我们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这些措施 那我们另外一个人类社会正在面临 比肺炎疫情更大 规模更大 那冲击层面更广的另外一个危机是气候危机 那这个是世界各国现在都已经预期 在未来几十年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发展足够的再生能源 减少碳盘的污染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今年的肺炎的疫情会从武汉这样爆出来 其实我们人本大家都不晓得 但是气候危机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发生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大家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振兴 但是如果你的经济振兴到最后 你竟然又加剧了另外一个危机 然后让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是完全本末导致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想一个振兴的方式 它不但可以解决现在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疫情散播出来之后 造成经济的动荡 它同时也可以不会让我们未来的危机发生 它可以兼换未来气候对人类造成的冲击 所以这样子的脉络底下大家开始谈经济绿色的振兴这样的概念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确实因为这次防疫做的比较完善 大家比较没有感觉 但是在欧美的重灾区他们会非常强调 最一刚开始一定是先从这个救人命开始 我们一定是先把医员给这些公卫医院医疗诊所 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叫做纾困 纾困就是我赶快帮这些可能已经完全没有钱可以营运下去 或没有钱可以吃饭的小商家 让他们赶快短期度过这段时间 那这个纾困的概念在台湾 大家可能比较能够想象的就是这些旅游跟观光业者 很多旅行社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订单了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纾困是这个概念 那纾困的底下如果我们必须要不要让纾困造成更大的灾难 应该要符合什么原则呢 在欧盟他们有一个do no harm的原则 就是零伤害原则 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要纾困 赶快救这些第一线受到冲击最大的劳工 可是不要因此对环境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这个在台湾比较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之前在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时候 有些人有提出说我们是不是要要求所有的店家小吃店都要用免洗餐具 免洗块 那这样可以你用完就丢掉就可以避免这个病菌的感染 可是这时候很多人就很吃惊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免洗块它造成的垃圾 它不只是对生态有影响 它都说回来到人体吃进去我们也会有影响 就是缓缓相扣 那大家做减速的运动这么久了 好不容易很多人开始在自备环保块 或很多餐厅在自备这个环保餐具 结果你现在突然因为一个疫情 要大家都用免洗块 那你其实是功亏一篑 而且它不见得是必要的 这个小商店小商家它可以透过消毒啊等等 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餐具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不要因为疫情多增加这些负担 那还有第二个纾困的例子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现在台湾有蛮多环保团体 包括地球公民基金会 他们都在探讨这个农地工厂 或者是违章工厂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政府他们要赶快把纾困的经费 发给台湾这些中小型的企业跟工厂 让他们撑下去 可他们一刚开始并没有去规范哪些工厂 可以拿哪些工厂不能拿 所以大家就有点紧张说 原本这些违章工厂 对环境对农业造成很大损害的 如果也可以拿到资金 不是就完全背离我们原本的初衷吗 所以后来才很快在立法院 有立法委员政府官员跟民间团体 大家很快确认 没有没有这个原本违章 根本是农地的工厂 是不可以拿到这个纾困的经费的 才确定下来 所以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 就是纾困的案例 我们要赶快很快的把 需要的资源给真的需要的人身上 但这个过程中赶快确认一些基本的原则 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所以那这个是纾困 那近期世界各国 包括欧盟他们慢慢在解封了 那台湾也开始有更多的商业的交流的行动 那现在大家在谈论的就是那政兴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整体的这个经济消费可以增加 但是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那这大概是纾困跟政兴的脉络 跟他两个的定义这样子 是 我们觉得欧盟似乎相当的有一个前瞻性的看法 他认为虽然说现在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 整个组织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下一代欧盟 也就是说他们是要为下一代留下一片净土 而不是说担当的只看到 就是眼前的耽误之急解决了 结果没想到如同您讲的可能会造成一个既有的危害 更为的加剧 所以这个为了下一代这件事情 这其实也是各国政府 包含了台湾常常在喊的口号 欧盟他们具体是怎么样去实践 我看到了就是在绿盟 其实有相当有一份这个翻译的资料 其实欧盟他们的实践的作为是来自于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分配预算 到合适的绿色的产业或者是有前瞻性适合地球永续发展的产业 对没有错 其实在欧盟他推动这个绿色的振兴相关的方案之前 其实欧盟已经有大概超过一百万的公民联储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振兴希望要是绿色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在台湾我们在谈这个绿色振兴绿色新政可能好像是学界或环保团体在谈 可是像欧美这些国家他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草根的力量 已经在要求政府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承诺 所以跟陈伟刚刚讲的一样 他这个目前他们的这个绿色的经济的方案里面 有很多是透过分配预算来鼓励指引未来这个产业的发展跟投资会在哪一边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相关的做这种气候危机的研究 或者是经济相关的研究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诱因跟动机的来源 是在于政府的预算跟他的基础建设的这些发包的计划上面 是还是有一个火车头在那里 没错所以你其实不一定直接要下去投资 直接投资在某个产业给他非常非常多的钱 你可能是透过一些大型的预算跟计划来鼓励一般的产业把钱投资在这里 他就会进一步让后面的这些产业列一起兴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假设今天政府他鼓励各个大的企业或各个大的商家 都要做好绿建筑都要装设太阳光电板做好节能 那他提供相关的这个计划的规范跟经费 他自动可以鼓励这些大型的厂商 他们去找在地的小的做节能诊断的 做节能服务顾问的这些产业进场 长期来帮他们做相关的建筑的节能或建筑绿店的装设 所以这样就是一整个产业链的兴起 他除了透过政府的经费可以让大的厂商或业者负担起这个节能或发展绿能的责任 他也可以让在地这些中小型的特别是做节能或做再生的人的业者 他可以有工作的机会 那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计划的产业链 所以我们在欧盟的现在这个他们绿色新政里面 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概念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有蛮特别的 就他们绿色振兴的计划 他们强调说他们会把这个绿色的这个概念 注重在建筑的翻修 发展再生能源跟轻能 还有可持续的交通跟循环经济这些事情上面 那为什么是这几项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下建筑翻修 因为我觉得这跟台湾应该是蛮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界各国在讲这个绿色振兴 要怎么样不是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学者 自己喊出来的象牙塔内的东西 而是真的可以实际帮到人 他们都会强调说要怎么样最快速的制造 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给第一线的老公 那这个建筑翻修其实是很能够在各个城镇 各个城市在地制造很多工作机会的 那这个建筑翻修不只是去翻修 这个旧的公寓 它也包含了我们怎么透过翻修 让这个建筑物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是更有效率的 它在冬天的时候可以保暖 夏天的时候可以隔热 减少这些能源的消耗 那对这个使用这个空间的人来讲 可以减少一笔开销 所以欧盟他们这一次其实 一举数得 对是一举数得 有工作机会 然后又加上能源的使用效率大幅的提高 没错 所以他们其实在绿色新政里面 他们就还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叫做 建筑翻修的浪潮 他们把它称作浪潮 就他们预计想要在九月开始起跑 那优先从这个工友部门的建筑物开始实施 开始来进行刚刚讲的这些跟能源节能 能效有关的翻修 那接下来再帮助像是医院学校 社会住宅或者是比较弱势群体的社群 来帮他们建物翻修 然后再进入到私人的住宅的建物上面 那他们也预计会希望提供一些绿色的借贷 来鼓励大家做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一线的劳工在这次的事件之后失业了 那这会是一个直接让他们每个月开始有收入 而且是提供在地的工作机会 而且是一个干净符合公平正义的工作机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对台湾来讲这点也很重要 也是因为其实台湾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很热嘛 那我们的建筑物其实有97左右都是旧建物 那新建物大概只占三成 那目前政府有一些针对这种节能建物翻修的规范 是针对新的建筑物 可是旧有建筑物其实很少 那可是很多他比较没有那么多钱去住在比较好的条件下的人 他可能都是住在这些旧有的建物里面 那他可能就更又需要面临这种到夏天很热 我要一直开冷气 要缴很多电费的处境 所以如果可以在台湾也实行这样的计划 那他其实也可以解决台湾一直以来建筑部门的这个用电量 或建筑的隔热节能效果一直不够好的问题 那他也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那他也可以为在地社群减少在电费或能源上面的开支 所以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台湾的未来的 在做能源的计划里面很可以参考的一块 这个谈到 刚刚谈到了其实包含了一个世纪的辩论 就是说到底是国家干预还是市场自由 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 每当世界级的大战结束之后 大部分国家介入政府介入在复苏经济 可能都是选择前者 就是国家干预 那国家干预很具体的常常就会反映在 为了当个地方下个三十年所打造的公共建设 因为公共建设通常他的这个寿命都使用 在下一代也都还要使用 因此公共建设他的前瞻性就特别的重要 我刚刚晨晨在聊天的当中 我听到了一个就是欧盟他们其实有很多 很前瞻的把口号落地生根的前瞻的思维和做法 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 其实在大概是三年前当时的一个台湾很大的争议 就是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听众朋友我都已经讲了 这个就是基础建设嘛 就是公共建设 这个其实就是台湾下一个三十年 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 还有我们自己所用的这个公共建设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他当时的数目字也很可爱 就是八八八就是八千多亿元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在多样的争议之下 他变成了使用预计是两个阶段的审理 所以我们知道在蔡政府 他们的第一一个任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成了他们首要的阶段 那接下来也就是最近 其实立法院已经在对新一阶段的前瞻 计划的预算在审核了 我看到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和很多的环保团体有一个联合声明 就是前瞻计划应该纳入绿色振兴 我觉得这是呼应您刚刚上一题所讲的 可不可以再多谈一谈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政府在审这个预算 我们对于立法院的疫情 因为这个是就攸关你我每一个人 他未来三十年的生活光景和条件的 好就是帮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三年前提出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 大家就会预期说有前瞻两个字 那我应该会提到一些 听到一些政府对于未来可能几十年 台湾应该要长怎样的一些想象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指引台湾 整个的开发计划往那个方向走 那那时候推出来大家就有一点失望 因为里面很多还是很旧的东西 或者譬如说绿能 它就是既有的到2050的这样子的计划而已 那所以大家就会很怕说 你虽然有前瞻这个词 但它因为它里面的计划内容不够前瞻 它又变了那么大笔钱 就会变成只是各个县市政府 要去抢那个资源 做一些旧有的开发而已 那就会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不缺蚊子管 还有那种就是蚊子交通建设 比如说在南部有一个好大的国际机场 结果一年的飞行量 根本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是没错 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好像是英国吧 他们的这种前瞻的基础建设里面 有一项其实是节能 所以那这跟台湾 大家想象可能会不一样 大家会想象这种基础建设 是不是就是要是一定要盖什么东西 你好像一定得盖一个大的东西 要有一些工程才叫做基础建设 我们好像是硬体思维 可是节能这个有时候是某一些能源效率 它其实要从思维也就是软体的层面 才着手然后更改了某些硬体 没错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觉得真正的前瞻应该是这样 你把未来这个国家它使用消耗能源 让经济可以更好的发展的重要的观念 把它转化成实际的计划 这才是前瞻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是趁着这波疫情的危机 趁着这个大家现在很急着振兴经济 我们想跟大家重新谈一下 那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前瞻 那其实我认为有一个好事情是 目前这个我们未来 我们想要让现在疫情过后的经济起飞 跟我们想要避免气候危机 这两件事情我们在世界各国很多的团体 人民跟政府跟专家的协助下 它已经不是一个冲突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可以同时达到这两点的 那我们是可以透过发展经济 但是也可以减少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政府下一期的前瞻里面 可以纳入这些项目 那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更进步的能源转型的规划 上一版的前瞻里面 它其实就只有 就像我刚刚讲的 原本只有到2025的量 但我们认为在这一版里面 你除了必须要提出更进步到2025之后 你到底长期到2030 40 50 你的再生能源发展应该要是怎么样 这种长期的规划都必须要出来 因为我们的气候危机不是在2025年就停了 它是之后会一直影响 以及像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它比较不是大型的建设 像是我们的电网的基础 如果未来有非常多的再生能源的话 那我们整个电网的配置会跟现在比较不一样 那国际上现在为了发展再生能源 它必须要比较完整的智慧电网的整个配套的系统 那怎么在前瞻里面把这些也放进去 以及很重要跟再生能源要搭配的一个技术 就是除能的设备 那这些除能的基础设施 怎么样在前瞻里面去鼓励它更大程度的发展 我们的除能的系统可以多进步上来 一部分也才可以反映我们的再生能源 有多少的潜力可以开发 所以在这里面再生能源这块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诉求 那第二点诉求是跟刚刚讲的节能一样 其实我们觉得在台湾 我们的节能的效率其实一直还不够进步 那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们的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等一下我对不起我打断程程 那个听众朋友 节能对很多人的脑筋里面想到的就是 随手关灯 可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节能 它某一种程度是 我们让电费跟电价脱钩 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吗 不是不是 这个意思是说 虽然电价或许我们要让它正常化 我再说一次不是调高 而是让它正常化 反映它本来就会有的成本 但是因为我们的使用效率提高了 我们过去花同样的电 现在可以让冷气更凉 让冰箱冷得更久 而不用像过去一样花这么大量的电 所以这样子就使得所谓的电价 跟我们的电费单是脱钩的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打断程程 对不会不会 程伟刚刚讲的没错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它不是会影响我们生活舒适度 会让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更好管理我们使用的能源 那也因为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它不是中央政府一个法律下来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它会很需要地方政府帮忙 那这也是国际上的共识 就像之前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川普退出巴黎协议的时候 这个气候协议 大家很担心说 美国是不是就完全不会再做这个气候变迁的行动 但那时候美国有很多人没有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各州自己各地的地方政府 已经跑得很前面 不管中央怎样地方政府都会做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台湾地方政府 也可以担起更多的责任 那大概三四年前 台湾也有跟上这个概念 所以开始中央会定期给地方政府 一笔经费 让他们去培养自己在地了解能源的这些公务员 然后去找这些能源的资料库 然后好好的去找说 我这个县市到底耗电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把它节省下来 那我举例 譬如说有一些县市 它是以观光为重镇 它就会去补助它的旅馆或民宿 我去把你的冷气 或者是你的热水系统等等 这些换成更有节能效率的设备 或者是换成热棒这种 它可以节省很多能源消费的系统 那对这些民宿跟旅馆业者来讲也很棒 我还可以省电费 可是呢一个重点是什么 像这样子定期给各个地方政府的这样子的经费 它其实目前还没有很稳定 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经费到今年或是最后一年 2020年之后 还会不会有这样子大笔的 让地方去做这种发展能源转型的行动 是不确定的 可是我们认为就像程伟刚刚讲 节能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它牵涉的会是各个地方政府能不能够让能源的管理更好 它也会牵涉我们未来可不可以达到我们能源转型的目标 所以像这样子给予地方政府好好的发展能源转型的资源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摆在前瞻里面的大的项目 我确实觉得这个相当的重要 因为其实能源长期以来是由中央政府在管理 所以地方政府某一个程度 好啦我们看一下地方政府的环保局在做什么 能够做好回收就已经了不起了 这个回收在这个北部的城市已经是大家觉得很习以为常 可是听众朋友成为来自中南部 其实中南部还是有一些县市不做这个回收的 不过我回头来讲 这个很多时候如果一旦有一笔经费的话 它往往可以驱动就是地方政府在这个层面有更多的量能 然后他们跟着公民社会一起学习 到底怎么样来做系统性的节能 是我想比如说像刚刚欧盟讲他们要去翻修建物 假设今天台湾的中央政府突然就这样发布 大家可能也很无所适从 就我们到底要从哪边开始先翻修 可是如果你这个计划是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地方政府他一定最知道我这个县市里面 到底哪些才是耗电的里耗电的区 哪个地方可以最开始来做这个事 哪个地方的事业人口可能比较多 我可以来协助他们来转职 所以这些计划能不能够成 真的是地方政府的角色会非常重要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前瞻里面 希望把这样的概念放进去的一个重点 是不是前瞻就是公民团体主要的诉求 就是在因应就是当代最多国家签署的 Paris Agreement之下 跟着世界的潮流做更多能源转型的事情 对吧 没错 就是所以其实另外一点 因为我们在三四年前那时候看到前瞻计划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轨道建设 可是大家其实有点感受不到说 为什么会需要这些轨道 它前瞻在哪里 那它的开发难道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吗 所以趁着这一次我们也认为前瞻可以来检讨一下 这个轨道建设这个事情现在是不是必要的 那也非常刚好现在世界各国在讲的绿色真心 会很强调对于低碳交通跟大宗运输系统的投资 那为什么国外会这么重视呢 这也是因为欧美很多国家都封城嘛 那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办公 那他们已经没有在开车这样通勤的情况下 他们的这个从交通来的碳排量减少了非常多 以及因为这些汽车交通所造成的空污也减少了非常多 让大家突然之间意识到说 这个交通部门所创造的污染是多大 交通部门创造的空污跟碳排 所以他们也会希望说未来振兴之后 我们当然会希望可以正常的通勤 可是我们也会希望可以看到 当时在封城时候看到的那样干净的天空 那这两件事情可以怎样同时达到 就是他们现在国外有这种鼓励 趁这个机会鼓励开换乘电动车 或者是补助更多钱是在捷运等等 这些低碳的交通系统的运输上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交通 可能有些没有办法直接从国外移植这些政策过来 可是我们确实是可以重新检讨一下 台湾我们在谈空污这个事情也谈了很久了 那空污的来源有燃煤电厂有这些工厂 可是之前大家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进一步 从那交通我们怎么样去态换 这些高污染的一些交通的运具来谈 那现在或许是一个机会 那鼓励原本拥有这些高污染的交通工具的人 他可以有一笔经费去换成低污染的车子 或者是机车 那也可以减少大家的负担 也可以减少污染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大的面向 也是可以在前瞻里面去鼓励 然后去规划的 对这里面有一件这个忽然之间就销声匿迹的事情 这种销声匿迹的事情就是原本其实在2018年 这个地方选举之前呢 当时有喊出2040年那就开始不贩售 就是石油的这个汽机车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有一点印象吧 可是后来就是地方的民进党政府 他们在2018年地方选举的时候失利 大概有全台湾22县市里面有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变为反对党在执政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检讨起来就是认为这个交通载具的这样的政策 不容易获得现在的民众的支持 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国际间有很多在做了 然后这个事情其实随着干净的能源的这种交通载具的技术成熟 所以它不必然是一个所谓花的更大钱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共同来留意的 当然它不一定是在我现在所谈的前瞻计划这个里面会被谈到 但是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做个决定 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空污能够少一点 我们呼吸的空气 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条件能够好一点 那真的我们或许也要自身付一点代价 不是只有政府付代价而已 不过我觉得另外一点是蛮有趣的事情是 大部分的朋友都发现了 现在台湾的油价慢慢的回来了 那个在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有人说是不是石油作为黑金 就是说涨的黑色的money 黑金的时代终结了 因为当时石油作为期货交易 竟然开盘出就是负三十多元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时台湾的油价也是跟着国际波动 一直跌一直跌 可是现在慢慢的回来 我想可能也是跟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许多的国家开始在解封 所以不论是国际间的交流 这个可能还慢一点 或者是城市跟城市间之间的交流 都开始越来越恢复到常态了 我接下来想要来讲一个概念 就是当时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战略宗师 季星级美国的前国务卿 还有就是世界首富 那比尔盖茨 他同时他用他自己的基金会 那做了许多在联合国辖下的专业组织 就是很致力去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 不论是消灭贫穷消灭疾病等等的 他们都不约而同用第二次世界大战 来形容现在后新冠肺炎的时期 也就是说过去的世界大战 大家概念是船间泡利 可是现在世界大战是看不见的病毒 就足以让我们人类社会大规模的破坏 大规模的破坏里面绝对包含欧洲 这个它是重灾区 那欧盟各国他们站在务实利益的考量 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 中国大陆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好这个我觉得他们急难时候所做的决定 欧盟现在决定仍然是相当具有前瞻性 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那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因此就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 诚诚这个绿盟在观察 现在欧盟或者是已开发国家 提出来的绿色的振兴还有纾困这上面 您觉得里面还有哪些的部分 特别值得我们取经的 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里面 他们很大力的强调 这样子的绿色的振兴 它并不是只是我们在讲电力 或者是气候这些很狭隘的事情 他在讲的是一整个社会 比较大层面的公正转型的事情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有点像专有名词公正转型 就是为了下一代的意思吗 我们希望可以让所有人生活在没有污染 那没有这种气候的极端的危机灾难的世界底下 但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 我们也不希望有人因此失去工作 或者是没有办法跟上 它造成很多的损失 或者是我们希望原本我们生活的这样子的体系里面 有一群人他一直在得力 有另外一群人他一直在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没有足够的收入 我们现在的转型就可以借此 也把他们都拉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面来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在这里面去强调 对于基本的生存权工作权的保障 会很容易进到大家的心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 大家还没有办法那么快把这种气候能源的议题 跟一般的生活或劳工权益紧紧绑在一起的一点 那我觉得另外第二点也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在倡议这个绿色阵型 并不是只有环保团体或是气候学者 这阵子其中有一个连署 是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跨国际的大企业 他们也在要求绿色阵型 他们也支持 那这跟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说 我绿色阵型是不是会增加很多限制 对大企业来讲会是很多负担的状况 好像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排费 他们的能源效率 但是这其实有一点出乎我意料 大企业为什么会支持绿色阵型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运动其实也很久了 就是说民众会希望这些大企业 我消费的产品不要来自污染的地方 或排放很多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所以像这样子的运动 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累积 慢慢的对这些大企业形成了一些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同时也是因为 在这样的压力底下 大家开始就会说 你这些大企业 你是用电最高 碳排最高 你要负更多责任 所以你要买绿电 那可能在十几年前 很多企业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 但是因为这几年 这些新的再生能源的技术 或减碳的技术发展 越来越成熟 甚至是它可能会是比 原本传统的能源石油 或燃煤来讲 是一个风险更低的投资 我不会受到这个价格这么严重的波动 那它不会因为它的量 现在突然增产或减产 有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对企业来讲 它也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一条我可以走的道路 那我可以对我的消费者交代 那对我的整个金融的规划来讲 反而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大家可能可以进一步去发展的是 我们除了去结合这些环保的社群 关心这些议题的社群 我们怎么样把一些产业跟企业界也拉进来 毕竟我们现在 这好难喔 对这非常困难 我觉得过去可能会有很长一些时间 有时候环保团体 大家是在针对某一个单一的开发案 或单一的电厂去做抗议 那有可能你只要敲动某一个螺丝 它就可以被挡下来 可是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 全世界都会受到波及的气候危机 我们要的是一个整个能源生产的转型 你就必须得面对 所有人都必须要往前跨一步 没有人可以自身事外 即便是过去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像是很难沟通或铁板一块的企业 现在我们也要找办法 让他们愿意 被我们这样子的价值观逼着走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台湾有一些大的企业 他是会非常自主的说自己要使用绿电 或他想要负起一些节能等等的责任 这个是好事 但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企业一起喊 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下一步 对公民社会或对环保团体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那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跟这些欧美的一些大企业 他们这种愿意去参与在气候危机里面这样浪潮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目标的事情来做 我觉得在国际间谈到的公正转型 他某一种概念是绿红起立而不是绿红对抗 听众朋友我里面说的绿红不是政治的光谱 我说的是绿能跟红是这个劳工的代表 在台湾长久以来 大家觉得劳工他们可能是工厂里面 第一线的所谓的受害者 可是如果当这个工厂因为各样不永续的关系 所以工厂停工了 他们却又是最前线的受害者 再一次的受害者 所以他们长久以来跟社会大众比较常有的概念 常常是绿红之间是对抗的 可是现在在国际间 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绿色振兴跟纾困 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公正转型的概念是 保障第一线劳工的工作权之下 一起来做绿能的转型 所以这个确实是概念虽然很新 但是我们台湾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 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刚刚晨晨聊到一半 我也是很直接的就说 要产业对于绿的这个概念 好像常常会画跟他们就是所谓成本增加来画等号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社会 如果说不止公民团体 也包含了公民都有这种 其实可以绿红其力 公正转型的这样子的诉求 这个转型才推得动 它绝对不是只有政府跟大企业的事 也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尽一份行李才有可能的 是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边这边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现在有一个手机APP叫扫了再买 就是它如果你去买东西买泡面买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去扫它的条码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企业过去的裁罚记录 它被罚的钱是因为排放什么污染 它是在哪一年被罚的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被罚的企业 它也不是自己突然之间就很有道德感想做这个事 这都是无数的受污染受害的社区社群工厂的工人 环保团体大家很多年来这样子施压底下 他们今天才意识到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义务跟责任之一 那我觉得在台湾透过像这样子的刚刚的这样的行动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建立未来的企业 它对环境对能源消耗对劳工的责任 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慢慢建立起来 是 其实消费行为就是一种投票行为 它展现了你内在的价值 但是它具有具体的影响力 我今天非常感谢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研究员 吴诚诚 诚诚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诚诚 不会 谢谢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台大风险社会中心跟NIT Radio 所共同制播的 陈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